九尾一盒的交通信息很有路 開機車若是沒有扭行人 相關系的換三千勒 以前就有民眾在一幫路上公開一段押片 這支環境是在找魚仔的危機 引起很多民眾的討論 所以警方就出面來講清楚 說這環境當時是要去路的對面一件輕微 但是民眾經過好像只有減速 沒有停車來讓它過 再開一看 但是現在還有民眾 拿出另一個角度的壓扁 這支不是警方說的案子 再度引起討論 這兩百区停車 行車寄下去是不會覺得 剛才是引起正義討論的地點 民眾將壓扁報到你的臉書 這支警方在路口告一單車吃完 看家室是不是有任由警察 高連家室是在發展 違規行物就是這麼多車 沒有任由行人 壓扁也應付大家的討論 日前還有民眾報另外一個角度壓扁來這支 再度引起討論 假如說你今天這樣突然轉過去 當你轉過去看到人的時候 我們會停下來 但是我們不可能用緊急煞車的方式去停下來 因為也有可能造成後面車輛的追撞 所以今天我有停下來禮讓它 這樣就是我覺得這樣就是正確 但是你說要像 假如說要像這樣子要緊急煞車離它很遠一個距離的話 這不合理吧 警方強調 當時環境穿過白樓 是要到對面支援醫師主要家室的勤務 並不是對於療危機 方法的民眾 確實是有檢測 沒有停車來收入 那本案舉發的原警 當時是單撫交通機場的前路 那來回穿越路口 是為了協助對象的同仁處理公共危險案 並非如民眾質疑站立於路口 故意過限民眾違規而攔查舉發 因為我們同仁要穿越馬路的時候 正好 正好這個投訴的民眾駕車到達斑馬線 也在三公尺以內 距離行人三公尺以內 那不管 警方在這邊也要呼籲 所有的用路人 不管是民眾還是警察 在穿越馬路的時候 汽機車轉彎 看到一定要停等 讓行人優先通過 警方再度表現 無中的行為公平一番 抵衡起機車無入行人相關發三千六 當完起機車無消入發個卡丼 民眾開車騎車要做一做來注意 偏偏為貴許多出發 新修華新聞創2600 蔡宏博德 五公尺會員 贈機車